这是红外线感测器 红外线感测器它有分数位输入型跟类比输入型的 在下面这两个都是属于数位输入型的 它们输出的讯号都会是属于类比的 上面这一个它是双用的 就是它可以输出类比的讯号也可以输出数位的讯号 这是红外线 红外线它的运作的原理是这样 在比较白色透明的这一颗红外线它是发射器 然后比较黑色的这一个是接收器 所以理论上它就是在这个红外线 它会发射出红外线 然后经过前面如果有东西挡住 它就会反射回去 那反射的部分会经过这个接收的红外线去做接收 然后去算出障碍物的距离 那运作原理大概都是这样 那平常我们接电的时候 肉眼是看不到红外线的 所以它不会发亮 但是如果你是放在摄影机底下 你会看到那个发射的这一颗红外线它会亮起来 那因为摄影机可以捕捉到红外线 所以这三个大概都是数位型的输入 那其中这一个是可以双用的 那数位型的输入它这边会有两个可以调节的电阻 那它一个是调节那个红外线发射的功率 一个是调节频率用的 所以这两个是有时候会需要 因为它们通常是拿来作为避障车 避障车就是跟着黑线或白线 或者是躲避障碍的这个装置 所以它们会用这个来调节 我什么时候要当作0 什么时候要当作1的那个切换的0界值 会用这个来做调整 那这两个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个就是比较好用 我认为比较好用的 就是你如果想要数位输入的时候 我就把讯号接在D0 如果我想要知道障碍物的远近 那我就把它接在A0 这是红外线的输入感测器 下面是数位型的 上面是双用的 数位输入跟类比输入都可以用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红外线感测器的类比输入的用法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 这一个红外线 有四根接角的这一个红外线 它是可以使用数位输入也可以使用类比输入 那使用类比输入的时候 我就要把讯号的这一只脚 接在A0的位置 那同样的你的杜邦线的另外一头 接在Arduino感测器这一边 你就要接在数位输入 analog in的地方 所以A0到A5 我们现在把它接在A0这一端 一样是GVS 接好之后 它就是一个数位输入的感测器的用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这一边 既然它是属于类比输入 那我们就要启用它D0之脚A0 接在A0 把它当作是输入 那所以它的值呢 一样会在类比输入A0的位置 那我们就去重复的去 让小猫把它说出来 所以在外观这边 每一点一秒侦测一次 然后把这个值塞进去 这样小猫就会把它讲出来 然后一样给它加个滤起 好 那当我A0之后呢 会发现它 有一个数字会跑出来 会有一个数字跑出来 那这个红外线的有效距离呢 并没有很长 并没有很长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红外线的有效距离没有很长 那所以呢 当我启动程式之后呢 如果我的手去慢慢的去接近它 慢慢的去接近它 你会看到那个数字 小猫的数字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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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我完全碰到它呢 大概是40左右 那我再越来越远 它数字就越来越大 好 那 所以第一个你要观察 它是不是规律的减少或变大 然后它的范围在哪里 规律的减少或变大范围在哪里 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 这个数字呢 绝对不会超过1023 因为它的类比输入的解析的晶片 是10位元的晶片 所以它最大会到1023 总共1024种 那最小也不会超过0 最小不会超过0 所以在这个范围都是合理的范围 那它的侦测的距离 你从你的手往下移动 开始觉得它开始有减少的反应的时候 这个大概就是它能够测量的距离 所以大概是在10公分以内 10公分以内 能够有感测器的不同的变化 那至于这个灵敏度呢 刚刚后面那个电阻是调数位输入 就是我要在哪一个点 让它变成数位输入的on或off 所以跟类比这边是没有关系的 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当我有一个东西在红外线的上面 那我从目前的观察看起来 越接近的话数字会越小 但是如果超过10公分以外 它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它可以测量的距离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你另外可以再测试一下 那我这边有纸张 你会发现呢 白色的纸张在上 同样的距离白色的纸张 我这个大概是3公分左右 白色纸张大概500-600 那如果是黑色的 黑色的同样的距离下面是900多 黑色的东西在它上面也是900多 白色的东西在它上面是500多 那所以可见的呢 因为红外线呢 如果遇到黑色的 它光线会被吸收 所以黑色的东西它比较 侦测不出来 那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 其实也可以拿来侦测黑 黑的或白的 可以侦测不同的颜色彩度 在同样的距离的范围底下 所以这个东西常被拿来当做那个寻机的车子 可以贴那个黑色的胶带 它就寻着线走 或者是白色的地板 或者是白色的胶带 黑色的地板 它都可以做分辨 所以这个是类比的红外线 你会发现的距离跟数字的关系 还是遇到黑色的哪些 你会发现的 但是还是有什么 你会发现的 你会发现的 你会发现的